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腰股特众队 我是David 高明章 好 很快的台北股市 今天又来了一根黑铁 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聊聊 最近发生了一些有趣的现象 另外一部分呢 下个礼拜就是美国总统大选 所以今天也会聊聊相关的概念 好 我们来先看一下第一张画面 这是今天台北股市的收盘 加全指数其实跌个150点没事 比较丑的是右边的贵买指数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今天这一根贵买指数是破线的 所以近期时期有一些股票杀回挡的幅度 修正幅度是蛮快的 这个现象很有趣的是因为加全指数强 但中小型股反而转弱 原因就是台北股市的台积电权重越来越高 大家注意看这两个图其实非常有意思 一个是2020年的 一个是现在的台北股市的台积电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之前台积电的全比重只有28% 今年3月30% 现在已经超过35% 为什么这件事很重要 记不记得今年上半年也跟大家聊过 所谓的载积指数的问题 载积指数对股市的影响其实有限没有错 但是台北股市现在很显然 资金很集中在这些重量级全指股 不信我们看 台积电2330 你看35% 鸿海 联发科 富邦金 广达 来给大家看一下他们的股价 台积电股价 鸿海的股价 联发科的股价 今天不是跌150点吗 联发科还涨的 那你看广大也是 刚刚这四档股票在台北股市 近期的整理的时候 其实股价依旧很强 那今天杀了什么 你看这种前波涨多的CPU 今天直接打跌停 联亚今天的跌停 有没有注意到 台北股市很明显的在今天 出现刚刚这个现象是什么 我刚刚聊的 全指股比较强 贵买的股票比较弱 所以杀在贵买身上 所以你看到今天台北股市 跌150点 其实蛮多 不要打到快跌停的 这是短期 大家预防一个东西叫做 下个礼拜的美国中任大选 所以 涨多的股票不要追 但最重要的是 如果真的指数下下来了 你之前CPU涨太多了 买不下手 上权太贵了 联军太贵了 买不下手 趁着修正个几天之后 就可以慢慢准备来捡便宜了 这给大家做了分享 刚刚聊台积电的权重这么重 其实就是资金太集中在台积电身上了 好市价格值度很强 坏的地方是很多股票都涨不动 买不下 对不对 世新 老师世新怎么涨不动 对不对 很多中小型股都涨不动 原因就在这里 当然了 这个随着行情越来越好 会有改善 不过台积电红海这种股票资金很集中的现象 短期之内不太容易改变 给大家做分享 好我们紧接着来看看下一个图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聊到的 也说到美国中文大选 今天台北股市的回档 就跟川普的发言有关系 川普在造势场合再次提到 台湾偷了半导体的生意 当然川普是为了要选赢 才会这样讲 因为目前来看 川普跟贺锦丽他们两个之间的差距非常小 大概从1%而已 整个全国民调如果只差1% 现在绝大部分的网站 赌博网站赌盘 普遍都是看好 川普会赢 所以如果川普会赢 他刚刚讲的增加关税这种东西 后面就会出现 这个对市场一定有震荡 他最先首先针对一定中股 会大幅提高关税 台湾也是 南韩日本很多国家都是 因为他讲 我们这些国家 抢了美国的半导体生意 但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呢 这个大家心里清楚 原因就是 就像今天有个新闻 陆行之讲的 他说因为台湾呢 花费了数十万人的干 对 新鲜的干 才支撑起来台湾这个半导体产业的 那当年啊 如果大家印象深刻的话 原本这些半导体的晶圆制造 是在美国自己做的 那原本那个张忠谋 是德宜的副总裁啊 就说 美国慢慢把这些东西往外移 半导体外移 就是把硬铁部分往外丢 因为觉得高污染高耗能 所以把这种往外丢 台湾才减到这个生意的 不然本来台湾没有半导体产业的 但是从张忠谋开始 德宜这些技术过来 才慢慢有台积电 所以你现在回头来讲 那个选举要讲这些 但是我讲真的啦 如果万一川普真的选上了 那增加关税就必然的了 这给大家参考 好 不过 只要一选完 我们看这张图 很明显啦 绝大部分的时候 只要在总统大选选完的隔年 美股都是涨的 1980年是少数没涨 没涨的 再来就是哪一年 西元2000年 这一次 怎么选完这一年大跌 那一次打抗泡沫 西元2000年是打抗泡沫 除此之外都是大涨的 最凶猛的就是你看 1996年你看 选完一年涨三成 2020年那一年是COVID 选完之后涨三成 所以大部分的时候 只要总统大选选完 不确定性消除 大概率 美股都是大涨 近期的一些 怎么家庭支柱年年的 那没颠当 怎么中存款金股乱杀 这都在等选举啦 但是好朋友们 就要趁这种时候 之前涨很多的 买不到的 嫌太贵的股票 这几天 大家来 关注一下 有一些好股票可以减便宜 好 紧接着呢 我们来往下看 如果真的真的 川普选上了 有五个题材非常重要 钢铁石化 David就不推了 因为今年以来的传产股 4K 所以钢铁石化我就不推 生计呢 等一下有空大家可以 除了台湾的生计产业 很多股票都是在新贵的时候比较强 反而上市贵的时候就不强了 最重要的是 我觉得有趣是哪个东西 第一个叫智慧机械 另外一个就是IC设计股 因为只要川普赢了 他一定会对中国发出更多的禁令 如果大家还记得西元2020年之前 那时候川普不是中国发出很多禁令 导致台湾有一些IC设计股狂飙吗 如果川普赢了 这一波整理很久的一些IC设计股票 非常有机会 我们就讲这两块 一个叫智慧机械 一个叫中盖的IC设计 好 首先智慧机械这个部分 我给大家看一下 有一些股票蛮特别的 但好朋友们 对你而言或许会比较冷门 但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它很多就是自动化生产的东西 包括像全球传动4540 上个礼拜它就已经发动了 有注意到 再来1597值得 这些就我们刚讲的这个概念 智慧机械 自动化生产的 有一些是比较偏工具机 或者是自动化生产这种概念的股票 蛮多都属于比较偏冷门或者是成量的比较小 先看灵光这张股票是长这么多 短短才多久一个多月的时间才涨一倍 然后4555 这一张真的没涨到的 然后还有一个是4576 那这些股票先跟大家分享 虽然它有接到这个题材 但讲一句实在的 题材归题材 很多时候这个概念这个族群算是 偏冷门的族群 你看要么是45的 要么是15的股票 这都偏工具机相关的 所以这些族群股票我觉得 如果你喜欢的话我觉得可以参考 但我个人不会让你说 这样的股票让你可以赚太多钱 是因为它是个题材 那小股票比较容易标没有错 只是说操作上大家进出它小息 我举个比方 大银为这个股票你看 平常如果没量的时候 成交量大概就是1000张上下 那现在涨上去才有量 那包括我们刚刚讲 像4540这种股票 少的时候就是几百张的量而已 这些股票就是大家不要抱太长 它有赚就可以跑了 给大家一个参考 智慧机械的部分 甚至我今天帮大家查智慧机械的时候 很多还有一些股票 是上一轮 AI股在标的时候 不是标机器人概念股吗 所以智慧机械有些部分 跟机器人概念股是有关系的 另外一部分就是IC设计 IC设计先跟大家讲 有些股票真的有些 躺很久很久了 最强的就是联巴科 你看整个台北股是IC设计强的股票 联巴科算是很强的 你看每一张是谁 世新到现在还没涨 从今年年初的4000多 到现在都没涨 台北股市有创新高 世新躺那么久 不过市区筹买快干净了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再来同一个6533金星科IP股 这一波有没有逐渐转强了 还有一个是3443的创意 刚好今天有人留言问创意 不过创意这一波已经上来了 但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整个IP 西字财 IC设计的股票缺什么 缺真正的大涨 族群性的发动 原因就是3661世新前股 还躺在这里脱泥带水 我有感受到 世新的股价确实有影响到 其他IC设计股的发展 那当然啦如果真的实行起来的 那我们刚刚讲的内卦 包括什么6533金星科 3443创意 甚至3035资源 这些的很有可能就会来一波 毕竟他们之前在IP股 这几年涨很大 那幅很大 但今年是例外 大部分都修正的 ok 那这两个部分给大家参考 如果万一真的川普赢了 那 智慧机械 中盖IC设计这些都会有机会 那给所有好朋友们作为参考 好 紧接着呢 聊一个最近最夯的 Tesla Tesla公布第三届财报 非常非常的亮眼 辜乎大家的意料之外 本来市场预估只有0.58 甚至0.6 最后出来0.76元EPS 欸 观众朋友们 不要觉得这个数字很小 这对于Tesla来讲 算是很好的成绩了 因为Tesla毕竟 今年以来跌得非常惨 那最重要的是 它的毛利率 19.8% Tesla 毛利率往上升 这不是单单纯纯只有车子卖好而已 而是其中一个点 是Tesla 大幅下修了它的生产成本 如果你仔细看 它的营业利率也直接往上拉 主要就是它控制整个电池的生产成本 所以马斯克自己也讲 明年喔 2025年 他希望整个他们Tesla的电动车 全球销量可以年增个20%到30% 不过跌不跌脚 这一句话要打个文号 因为很难 为什么说很难啊 Tesla如果要全球电动车要卖得好 那两种可能性嘛 就是你愿意开电车而取代燃油车嘛 不然全球的车市早就饱和了 你就欸我不开燃油车 改开Tesla的电动车 可是开车 有在开车的朋友都知道 我们毕竟对于品牌是有一些惯性的 欸我就喜欢某某品牌的车子 所以你不见得会去开Tesla电动车喔 这是一个 所以呢还有一个东西跟大家聊一下 叫做Robotaxi也就是聊到Tesla一定要聊到的 Robotaxi喔 无人计程车 先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喔 无人计程车并不是Tesla的专利喔 无人计程车其实最近在中国已经开始做了喔 那中国也在公司叫文远之行 大家可以上网查一下 文章的文喔 遥远的远 文远之行 他已经在纳斯达克挂牌了 对 就是Robotaxi的第一股 在纳斯达克挂牌了 所以呢 以后的Robotaxi 不见得只有Tesla有 中国也有 所以呢这造成一件事喔 就是说整个车用族群这些股票 因为中国大力发展电动车 虽然最近Tesla台报好 很多电动车的族群最近有涨起来 但David先讲喔 这些股票能够上涨的空间跟幅度一定有限 因为中国大陆的电动车太便宜了 太便宜了 大家知道这台电动车在中国要卖多少钱 中国大陆有些电动车品牌喔 可以一台10万人民币以下 不可思议吧不到30万 大概7 8万人民币就有了不到30万台币 好 给大家分享 来 我们来看一下最近强势的电动车股票 同志啊 同志躺多久了 对不对 不许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是日K线嘛 我们来看周K线 有没有看到 同志的股价已经躺两年半了 最近才发动 这两天又涨 再来 华福 我们前年去年的老朋友 这一步也修正很多 你从周线来看也是喔 都没什么去到 前两年涨的时候你看 现在我们从二三十块一路做到180 你看这一波出多少 那它不好吗 它不是不好 因为Tesla今年以来股价就涨着 躺平 所以呢 我还是那句话喔 这些股票虽然Tesla变好了 有可能帮他们来一波 但你不要期待的太高 是因为还有中国市场的电动车在竞争 所以为什么全球的电动车的股票 今年表现得不好 就是因为中国大陆在销价竞争 那你把一台车卖到这么这么便宜 我再提供一个数据给大家听 大家知道最近有个新闻就是 保时捷Porsche 对不对 Porsche 这一家这么有名的 算是汽车制造公司 这么大的品牌 你可以把它当做 就是跑车界的品牌 在中国市场今年的Porsche卖得超烂 超惨 为什么 就是因为中国大陆全力扶持他们自己的汽车产业 这也无怪乎 你看台湾这种 华福这些供应链 这不是TESLA专门的股票 要怎么股票那么惨 就是因为这样 因为中国的竞争的关系 好 那最近还有个股票还蛮强的 6688 连加 不过David还是要讲一讲一句 我们就是做短一点 不要抱太久 那1536 这个是非常纯的TESLA股票 对不对 你看 变速箱 专用的 这些池轮变速箱是他做的 可大 今年也来股票 你看即便最近TESLA转强 我都没去啊 给大家参考 所以TESLA股票这个概念虽然好 Robot TESLA的题材虽然好 但不要忘了 能不能够真的赚得到钱很重要 不然股价涨上去之后 基本上不够他很快就回来了 那我个人是蛮向往Robot TESLA这个概念的 虽然这些股票我可能不太会去买 为什么David这样讲 Robot TESLA概念 未来如果真的可以普及的话 比方说TESLA真的可以做到 大家能够接受这个无人计程车 好朋友们 当然我们知道TESLA发表的第一款这种车子 它其实是两人做的 很有趣对不对 有兴趣大家去查一下 因为这个车子啊 它不是真的要卖给你 它说我们就在路上计程车这样移动 那为什么选两个人是 它根据一些大数据的统计 它发现说通常绝大部分会搭计程车的人 通常是一到两人最多 所以它设计出来车子只有两个人的座位 那如果你人多呢 那不好意思就叫两台或三台 可是这个无人计程车啊 如果真的可以的话 是有助于减少停车位的使用 甚至可以减少交通的堵塞 所以好朋友们 我觉得相关的概念我乐观其成了 但是刚刚讲这些股票 虽然有些已经蛮强的 但你不要做太长 因为还有中国的潜在威胁 好 紧接着呢 来 这些股票 对 刚刚你看TESLA 营业利益率很漂亮啊 确实啊 所以说如果TESLA真的要上去 它不是只靠卖车 它是靠Robotex这个概念 来卖什么 卖它未来的一些营运的服务 就像苹果不是靠手机赚钱 是靠后台的软体赚钱的 未来TESLA 不应该只是单纯的制造商 它应该是往真正的 后端软体服务AI倾向的去做 那TESLA就很厉害 如果这个真的转过去 对很多汽车供应链来讲 也不见得是好事啊 好 那接下来回答 说好朋友那些问题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首先呢 我一个面译给大家听 6451信心成本247 CPU长线卡好 那怎么办 它掉下来了 好 我的答案很简单 要我就会趁最近的回答 准备减便宜 还记不记得跌比讲CPU讲多久 去年五六月到现在 请问我举个比方好了 今天跌停的上全好了 上全从30块40块50块 到今年年初60几块 我们一路做到现在了 这一档股票 已经从30块涨到258倍了 涨8倍的CPU3363上全 请问 它不仅没有赚钱 EPS是负的 而且它没有一毛钱是从CPU赚到的 因为CPU根本还没量产 大家可以理解吗 所以他说这是一个长线的题材 去年我们在买的时候 在讲的时候就跟大家聊过 我说24年龄都还不见得看得到CPU的东西 最快最快到2025年 那原本计算的时程 这是25年或26年才开始有机会量产 所以它真的要贡献营收是明后年的事 所以现在涨的就是纯粹的题材 那既然是涨题材 去今这一波没怎么涨到 跌下来跟我们不用害怕 好不好 来8048得胜 首先得胜是网通相关的股票 网通这波的股票大概只有字半有涨到而已 其他一大堆都没有涨 那得胜这些股票 网通股如果发动的时候 它当然会有机会 但今年就像DV刚刚讲的 资金太集中在大型全资股了 所以很多中小型股其实涨幅都不如他们 给大家的参考 好6117银广 机壳的股票其实坦白讲 机壳的股票这一波只有3013成名店是抢的 其他什么银管 银管 52的振发 那些都没有什么涨到 很有趣吧 台北股是这一波的行情 只集中在少数特定股票 同股全不见得会涨 但是这件事在未来是会改变的 你不用太担心 因为毕竟第四季已经来了 只是说现在卡在下礼拜有中冷大选 所以很多的股票 涨一天休息两天不太动 是因为市场不确定性 所以你不要觉得银管真的不好 但是说要不要换去企机 企机也是一样啊 网通的啊 礼拜五发动嘛 今天表现得不错 如果要快的话 可能企机会快一点点 好不好 那信心OK 刚问过了 1519华城 华城这一波还没涨到 完全没有发动的迹象 不是不会 它一定会来的 可是说这些股票就是涨 一定要跟他接受到一个观念 你当台北股市的资金很集中在 大型全资股的时候 其实很多股票是涨不动的 除非你说今天资金从大型全资股 拉不出来 转换到其他股票上去 但这件事你现在短时间之内 是看不到的 因为还没选完 一选完之后大家才会有信心 回去做一些中好新股 大家可以理解吗 所以说现在股价不动 会不会回到一千 当然是会啊 但是他有时间啊 OK 那宏德也是一样 6873其实就同个族群 不过6873股价还比 华城强一些 好 那 郑霸刚刚聊过了 4979CV 这个其实之前有跟大家回答过 发CV通常会压股价 CV是可转换公司债 所以发CV之前 会有个公司债的定价期间 那普遍而言要发CV 就会刻意去压抑一下股价 不是只有滑行光照 你看成名店 成名店这一波 大家看到画面上 我滑鼠鼠的 9月中下旬这一段回档 那也是在压CV 他那时候要发CV定价 发完都是上去了 所以会发CV不是什麽问题 但是发CV压定价 就大家要忍耐一下 或是准备减便宜 好 那3443创意 今天有人问 那江林问的说 1680会不会续报 其实343创意 这一波发动的 比3661市新漂亮 所以你说 你的成本虽然比较高 1680 但不是不会解套的 搞不好你还可以倒转 可是我说 这个时间就要拉长一点 因为你前面那么大一段 你都会忍住了 只是你真的买比较早 我觉得这一波 你就是看市新 市新如果真的动了 或者其他的IP股动了 那创意其实现行还比较漂亮 他已经先上来了 好 再来 对 一个好朋友你说 玉琳回 他说上次跟你聊的 茂达玉泰都帮他解套 好那我们再来看 3715的定影 定影其实有一部分的单子是偏车用的 所以如果你成本是说 有没有机会 成本78 那是最近才买的 定影前两年是有飙过 但是我觉得这一波 车用的股票还是比较弱 所以这一档有稍微抢 就要稍微卖 不要不太久 那2329 华泰之前跟大家聊过 华泰这家公司 之前 今年有一些比较大的新闻 在华泰身上 我解释给大家听 等一下我先把线型帮他跳回来 华泰大家记不记得 他今年年初大涨一波 他涨什么 去年你看20块涨到80块 年初涨一波 大家知道华泰那涨什么 Supermicro 美超围 不是AMD喔 是Supermicro Supermicro那一波涨非常多 之后华泰喷出去 他是标标准准的 Supermicro概念股 那华泰因为今年以来 Supermicro后来不是出现一些 什么做空的报告 懷疑Supermicro的财报有问题 什么的 所以华泰的股价一直都很弱 那如果你有华泰66块的话 这一波其实很难 因为你的距离差太远了 除非Supermicro好转或者华泰 又有新的题材加入 如果你不用急着卖 上去一点再卖 因为现在还蛮便宜的 股价刚整理 有点好转的迹象 但是因为Supermicro 对它影响蛮大的 所以除非我刚讲 Supermicro好起来 或者是他有些新的定摊题材 不然这个股价你要回到60多块有难度 好吧 好 紧接着看一下 还有几个问题 2317红海 这个问题非常好 上个礼拜才有人问我说 老师老师 红海会不会超过234.5 观众朋友们 你们的问题真的很残忍 不过我还是老师跟你讲 会創新高 那今天这个观众朋友 你的问题更残忍 那个红海有发个海外的可转债 那个定价价格是300 所以红海要涨到300以上吗 首先 海外的可转债 为什么要定那么高的价格 正常来讲 因为台湾的可转债 不会定那么高价 应该定低一点 人家才买 因为可转的公司在 我可以转换成正常股票 那为什么海外的CP定那么高 也就是说 红海这一批300元定价的海外可转债 它压根不希望那么容易达标 你不是说一定不会 是它不希望那么容易达标 它只希望说我不要稀释股权 所以我把定价定那么高 这样你理解吗 但是红海这两年的状况 是不错的 所以300块不敢做会不会到 但超过前高是有可能的 给观众朋友做参考 好过来1617 1 融兴 融兴其实就是电线店蓝类组的 你看华城 亚力中芯店都上不去的话 融兴当然也很难 除非说重电这个组型再上去 融兴才有可能上去 好 熊卫3008大力光 好 第一个是那句老话 大力光好的时候 绝对是在 苹果手机发表前 所以你看他六七月七八月有涨过 六七月涨一波 修正完八月再涨一波 苹果手机发表之后就挂掉了 因为实际上 苹果的心机卖的并不好 再加上大力光 前阵子法说 大力光的老板 号称台股的诚实素 老实素 非常非常老实 他就是讲说 我们接下来印记不好 对 所以他法说会当天 棒就跌停了 你看这一根 这是10月18号 直接打跌停了 你要说接下来不好 事实也如此 整个手机相关的部分 今年以来 甚至到明年的展望 都还没有很好 所以以卖镜头的大力光来讲 除非说他有切入新的东西 可是车用镜头 大力光比较难切入 因为大力光的 车用镜头 不需要用到那么好的技术 反而是其他的公司 一些做镜头的小公司 反而是比较有利己性的 而大力光这个镜头 你看他做到 5P 6P 7P之后 为什么不往下做下去 就是因为手机 其实不需要再用到 那么高贵的材料了 成本太高 像压成本 再加上中国市场 今年的消费率都很差 所以你看大力光 为什么股价弱 不是有没有原因的 而且平盖股 都要有一个观念 请记得把这句话听进去 因为我去年讲过了 你要买平盖股 不是等苹果手机开始 是在苹果手机发表前的三个月就要开始做 所以如果9月发表星期 5、6月你就要看平盖股 到6、7月涨上去一波 你就不要做了 比方说整个这个 玉金光 大家出去看 他5、6月涨上来 400多涨到680 涨很多吧 你看现在全部涨平了 才过多久 你当时没败的全部回去 所以他说这些平盖股 大家养成个观念 苹果不是以前的苹果 台湾不是靠一个苹果 撑起我们的整个经济 那早就是过去式 那是2016年 以后就没有发生的事了 你会认为平盖股很强是 从2008、09、10到2014年 平盖股是强的 2016年之后就没有这件事了 所以不要再把现在的苹果概念股 当成当年的苹果概念股 差距很大 鸿海也不是因为卖苹果 鸿海是因为这一波的AI GP200 台积电也不是 台积电还是靠NVIDIA 所以时间环境不同之后 这些族群操作逻辑 已经不一样了 给大家的参考 今天感谢大家的收看 但最重要的 下礼拜 你会心里卡总统大选 不用怕 趁着最近加团指数震荡 有一些中产政府突然杀下去 那是机会 把握机会减便宜 好 那感谢台湾朋友的收看 有任何的问题呢 都可以在DevA底下留言 或者直接加入DevA的LINE 中口圈 我们常常分享一些有趣的新观念 但最重要的 记得每周一 把我们准时锁定DevA的妖谷特工队 我们下礼拜见 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5号 5号